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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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個摩子刻出來 雙胞胎往往外貌相似 舉手投足難以分辨 但廈門一對雙胞胎男孩 因為長得一點都不像 最近做了親子鑑定 竟然是同母異婦 同母異婦雙胞胎 登上熱搜防守 因為實在太罕見 丈夫拿著DNA報告 追問之下 妻子才從時招來 原來她曾經和其他男人一夜情 她是一種特殊案例 她相當於一個女性 跟兩個男士有過關係 她等於是同時懷孕 她是一個抑卵的 不常見這個是很稀奇的案例 專家表示 一對雙胞胎近來自兩個父親 這種發生機率只有百萬分之一 加上金子在體內存活時間約三天 其現在出櫃釀酒意外 網友紛紛直呼好神奇 老公綠光照頂 還有人調侃說 根本是編劇新題材 後來自己夫妻回去 協商解決這個事情 去了對吧 對 讓她自己解決 一般來說 報護口師是不需要做 親子鑑定的 但要是孩子 因各種原因沒有出身證明 或是未婚生子等情況 就需要做親子鑑定 只是竟因此而揭穿 老婆洪姓出牆 想必老公也始料未及 短力新聞 陳佩人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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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